说公安部昨晚通报,在我驻斐济使馆的大力支持下,中国警方与斐济执法部门通议合作,日前在斐济重工抓获涉嫌经济犯罪的上海犯新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怡,并于昨晚将陈押界回国。 说截至目前,北京市已经有318处个人房产,因增介违法界设备冻结,不得进行转让抵押。 另外我们关注过的,位于苏州市姑苏区的三厢大厦楼顶的违章建筑,存在六年的空中花园,也开始拆除。